民進黨十二年前的政治主張 柯文哲特地學在五月二十八號立法院 繼續審國會擴權法案前夕 合體自家立委張祈凱開直播 你不能說你在在野的時候提出來叫國會改革 你有一天你執政的時候人家提出來 就說人家是什麼毀憲亂政 柯文哲這頭投憑民進黨任職作戰 而同一時間民眾黨立院總召黃國昌 則找來國民黨及司法法治委員會召委吳宗憲 藍白合體開直播 曾經通過調查權對一般老百姓影響 沒有想像的大 人民不會到立法院接受質詢 院會所成立的調查委員會 它是非常嚴格的很困難 你任會的決議就是多數 不讀認為這要調查那就是要調查 他們現在通過的法條 調查小組成立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的法條定的包山包海 然後你就告訴大家講說 我沒有那麼好成立 律委沈柏洋一一打臉藍白 而讓雙方火火線消風的還有究竟擴權法案 是不是黑箱 我們開了非常多次的公聽會 專報審查草野協商 事實上我時間都開給你在那裡 你都不講 就最後回過頭來跟我說 你們不跟我溝通 5月28 藍白霞人數優勢就要將國會擴權法案三讀通過 搶在前一天開直播想掌握話語權 但卻一一遭到回擊 雙方交鋒 戰線持續延長 三十里問題要掌握採握採握什麼的